当一个伐木工发现一只锤死的熊鹰 半埋在鸡血中 他知道他必须拯救它 但三年后 这只熊鹰以令人难以置信和感人的方式 报答了它 在大雪覆盖的山间小镇里 住着一个名叫杰克的男人 尽管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方 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显得孤独甚至可怕 但杰克热爱山的宁静 他热爱雪静静的飘落 他热爱这个独特家园所提供的美景 他和他的少数邻居一直觉得自己 很幸运能住在这样一个地方 杰克过去常常出去砍伐附近山坡上的树木 然后将木材切割并制成家具或其他物品 或者将其卖给小镇上的居民用作柴火 这是一项辛苦的工作 但杰克喜欢他 他是一个坚韧的人 每天都会这样做 去森林 然后带回木材 准备并当天出售 这就像一种例行公事 从未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 当杰克穿越新降落的雪向森林前进时 他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呼救声 通常情况下 他可能会忽略它 认为那是动物在嬉戏 打斗或者狩猎 但这个声音有些让他无法忽视 他令人恐怖而悲切 牵动着他的心弦 所以他不能就此置之不理 跟随着那个独特的声音 他发现自己站在了一条 流经山下的冰冷河流的岸边 杰克四处张望 仍然听到那个声音 穿越涟漪和潺潺的水声 直到他注意到 离他鸡米远的地方 有一些东西躺在那里 当他走近时 他的眼睛瞪大了 那是一只雄鹰 躺在地上 部分被积雪覆盖着 很明显 这只雄伟的鸟受伤了 正在挣扎着呼吸 虽然杰克有工作要做 但他知道他不能就这样 抛弃这只可怜的熊鹰 他知道他必须帮助他 杰克回忆起 之前见过的熊鹰 有很多 我之前见过熊鹰 但从未像这样 近距离接触过 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但我知道它需要我的帮助 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杰克跪下 将那只巨大的熊鹰抱在怀里 一直盯着它巨大而锋利的 利爪和慧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只鸟并没有挣扎 反而允许杰克把它抬起来 开始携带回家 很明显 这只可怜的熊鹰情况不妙 急需帮助 但杰克走着走着 注意到 这只雄伟的熊鹰的呼吸 开始变得缓慢 变得越来越软弱 显然是精疲力竭 不幸的是 最令人担忧的是 杰克能感觉到熊鹰的心跳 正在减弱 尽管一开始它很强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越来越难以辨认 杰克在接近家时开始奔跑 这只鸟需要紧急护理 回到家后 杰克将熊鹰放在床上 仔细查看问题所在 很明显 这只巨大的鸟身上有几处伤口 可能是与另一只熊鹰搏斗 并失败的地方 它还异常寒冷 被躺在积雪中不知道多久 所以杰克开始护理这只鸟 他将它放在壁炉前的桌子上 处理了它的伤口 清洁并消毒 他还为熊鹰吃一些冰箱里的小块肉 看着它津津有味地吞下 幸运的是 熊鹰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看起来更加健康和强壮 几个星期的杰克的精心护理后 很明显 这只鸟已经准备好返回大自然 它的伤口愈合得很好 羽毛也重新长出 覆盖了任何疤痕 看起来熊鹰一切正常 杰克知道是时候告别了 唯一的问题是 它实际上已经对那只熊鹰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它已经习惯了 每次从森林回来时 都会看到那只巨大的鸟 它觉得熊鹰填补了它生活中 它甚至不知道存在的空缺 它会与它交谈 告诉它关于它的日子 而熊鹰则会坐在那里 不偏不倚地倾听 好奇地看着它 说实话 杰克开始把这只熊鹰看作一种宠物 甚至是朋友 但他知道它必须放手 这是最好的选择 杰克回忆起与这只鸟共度的时光时说道 当你与某人在近距离相处很长时间时 你会发现你真的会对它们产生依恋 我每天早晨和每天晚上都会看到这只熊鹰 我会为它 照顾它 换药 说实话 有它陪伴的感觉很好 我们变得亲近了 但我知道 因为它是一只野生动物 它迟早要回归大自然 杰克将熊鹰领到外面 检查它最后一次 熊鹰非常放松 允许它检查伤口 确保一切都如预期那样 一旦杰克满意 它退后一步 告诉熊鹰要飞走 但在漫长的时刻里 这只巨大的鸟只是站在那里 注视着广阔的天空 然后它转过头 看着杰克的眼睛 仿佛试图传达某种信息 杰克感到一种平静的感觉 降临在它身上 然后不知不觉的 这只熊鹰展开了它巨大的翅膀 飞向了天空 永远消失了 或者它曾这样想 多年后 杰克正在家外休息 看着雪开始飘落 喝着温暖的咖啡 它度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一天 所以终于可以轻松放松 但突然 它的目光被远处的一些东西 吸引住了 绕过山脉的边缘 出现了一些东西 低空飞来 杰克眯起眼睛 看着那似乎是一只巨大的鸟 朝它飞来 最初 它担心自己可能会有危险 但随后它微笑了 因为它认出了那只熊鹰 那只它曾照顾过的熊鹰 但这一次 这只鸟的利爪里 夹着一些东西 一小数什么东西 熊鹰降落在杰克面前 将捆扔在它的脚下 它深情地抚摸着它的羽毛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它的朋友 然后 当伐木工低头看时 它看到了一个小袋子 里面装满了奇怪 独特和珍贵的宝石 杰克拿起其中几颗 把它们在手里翻了个底朝天 认出它们相当漂亮和特别 难道这只熊鹰 只是为了感谢杰克从死亡边缘拯救它 而收集了这些东西吗 他笑着想到这个主意 但认为自己有些傻 他说 你在互联网上总能听到这些 关于动物这种事情的愚蠢故事 但你从来不真的相信它 杰克微笑着回忆起熊鹰的回归 但是这只熊鹰却回到我身边 带着这些小礼物 我不需要它们 我当然不需要它为帮助它而感谢 但我仍然很感激这个举动 它让我眼泪盈眶 我告诉你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熊鹰多次拜访了杰克 每次都给它带来一份小礼物 一朵稀有的花 一片来自远方海滩的贝壳 以及各种闪闪发光的宝石 显然 这只熊鹰已经与杰克建立了某种联系 并为了它的善良和关心而感谢它 毕竟 如果不是关心备受关照的伐木工 那只熊鹰不可能在那个夜晚活下来 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你看 有一天 杰克决定将一些多余的木材 好好利用起来 他花了很多时间 制作了一个漂亮的巢和漆木 供他的新朋友熊鹰使用 然后 他将它安置在一棵高大的树上 俯瞰着自己的家 从那以后 这两个朋友可以互相看到 熊鹰不时会返回到巢里 以感谢它的善意 而献上一份礼物 那么 现在轮到你了 你认为这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如何 如果你看到了 那只可怜的垂死熊鹰 你会帮助它吗 当熊鹰开始给你带来礼物时 你会做何反应 我们始终乐于听取你的想法和意见 所以 一定要在下面的评论 更驱留下你的想法和意见